长期在信唐扎根 培育无数优秀门生 带您来欣赏蔡茂松教授的作品 艺术家蔡茂松 以山水化文明 除了创作 很早就投入艺术教育的工作 现在受聘在长荣大学担任书画系教授 作与无数学生 蔡教授的笔墨功夫扎实 善用传统笔墨的技法 描绘台湾本土风光景物 这次在高雄市中国书画学会 可以看到它的精华之作 大株上我就是用传统的计划 来写生 来描写我们主人的一些经食 大株上是这样一个理念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比较平民化的这个生活 所以我一般的用的题材 就是都更普通的 除了说大山大水 以外就是我们普通的 挤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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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说四桌 我们龙座的作息在这 外国挤柄啦 外国挤柄啦 就是都看能够 跟台湾地区的这个风格 特殊的风格 形成起来 所以我都国务 我们的同行 外国的这个 尽量能够 朝着这个目标来进行 但是我们现在更欠 就是理论 这方面 我们 还没有一套 说我台湾的特殊 是什么 所以正在学术阶 我们都一直在努力 希望说可以 把理论 和实质的作品 折扣出来 蔡茂松教授 也曾著作出版过 多部水魔技法 和论述的相关书籍 更曾经荣获 全国美展第一名 和地史界国家文艺奖章 等许多奖项 在一坛享有盛名 这次在高雄市 中国书画学会的展览 可以看到它 所擅长描绘的 台湾山水风情 和乡野情趣 用艺术保留台湾特色 法杰新闻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